在演唱会应该完全不紧张吧 唱歌对你来说是不是很简单 还是一样的紧张 我在快开场之前 我就总想去洗手间 总想去 其实去洗手间也没什么了 你知道吗 我就想去 就去那边坐一会儿 前三首歌 我人都不在状态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脸也是麻的 手也是麻的 整个人都是麻的 然后听得见现场观众的欢呼声吗 听不到 就傻了 因为我带那个 耳麦 对 耳麦呢 那你手会抖吗 抖 冰凉 手脚冰凉 我过了第三首歌之后 可能刚就有一点 有点缓过魂来了 你知道吗 那个魂回来了 然后在第四首 第五首的时候 就越来越好 当我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 我的声音条件是最好的 等于最后一首歌 最后一首歌才恢复正常 对不对 真的 所以我这个人属于就是 就是快 你看我现在有的是参加 那个我们大陆好多的 那个综合性的晚会 我在上台之前 还是这样的表情 还要去洗手间 奇了怪了 喝一点酒会比较好吗 上场前 我试过 上 然后那个就是 脸红 红的 红的都 就跟这样 我最爱 我是属于 容易就是全身都红 不会步伐也是 不会 不会 那次是为了克服紧张 才这样做吗 还是就是好玩 试试看 我就是想看一下 把这杯干掉了在台上 是什么状态 有 有跟哥们划钱吗 说那位先生 是 是 是 台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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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北也来玩这个吧 有一些常常希望能够唱纳音的歌 可是有时候挑战起来又很吃力 感觉很恐怖的参赛歌手呢 他们是星光大道的选手 他们今天要来唱纳音的歌 给纳音评鉴一下 欢迎你的思维 在比赛中 应该没有真的唱过纳音的歌吧 有吗 有啊 没有 你唱的纳音是什么 就是 可能会打吐吧 你应该很喜欢看这个唱片 就是四个歌手一直吐 集体呕吐 集体呕吐 不要紧张 谁在学我 谁唱我的歌 四个都要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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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他们好像 应该没有很... 那应该 应该是没有很喜欢听别人唱她的歌吧 你喜欢吗 我接不下去 还好吧 就你会不会一听就讲说 这真的唱得没我好 一定没有她好 她怎么可能我唱得好 就直说吧 我只是... 我只是觉得 就是我觉得他们 胆子太大了 对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 大陆有很多选秀的 选我的歌她死定了 不行 通常都是第一轮 然后那些毒蛇评委 就直接把他们给干掉了 所以我其实觉得 我倒不赞成 星光大道 你们选歌 选我的歌你知道吗 好 今天谢谢四位 不用唱啊 你觉得你的歌里面 最难唱的是哪一首 哪一首不难唱 请问你 我自己排练就演唱会 我跟乐队在一起合乐 我经常合到 我自己都快吐了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那个 我就跟那个音乐总监讲 我说能降调吗 这太累了 然后我的那个乐队啊 跟音乐总监就说 娜姐 降了调就不是您了 坚持了 所以你演唱会 没有一首歌就降Key的吗 没法降 哇 太惨了吧 对 所以我就觉得 那个选手们 要好好想想 因为随着 随着年纪的增长 Key会变低耶 你要真的到最难度 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已经把声音条件 改变现在这个状态去唱了 你比如说像征服 我有的时候参加一些演出 唱到 我 我就不唱了 我就开了 我马上掉头就回来 但是有的时候 那个现场的音响条件 各方面达到 达到不了我要的那个境界 我就索性 就不要去碰 可是演唱会那天 我就豁出去了 我就碰它一下 结果怎么样 挺棒的 你放心 西蒂湖彩书全是经典型歌 逗得那一乐开牌